Apple TV 4K 4K 看見了嗎 開箱 Apple TV 本身跟上一代差不多 都是一個很小的盒子 但是這次有一個全新 Redesign 的 Remote Control 它比以前闊了、厚身了 Apple 說是相對小機會弄不見 其實都是很小的 Remote 另外它新增了 旁邊有一個 Siri 按鈕 正面有 Touch Pad 控制 還有 Mute 按鈕 至於 Apple TV 4K 很型格的金屬表面 旁邊是鋼琴漆的設計 相對容易黏塵和黏紙紋 但放好一個位置就不要緊 而後面有 HDMI 2.1 支援 它是支援 EARC 想經過 Blu-ray 機器 或是 Hi-Fi 機器 再把聲音輸出到 HomePod 上 這次是可以的 另外有電源輸入 以及有 Ethernet 有線上網插附 這次我在我身後 這部是 Samsung QN 900A 是一部 8K Mini LED 電視 用來試這次 Apple TV 都近乎到最極致的體驗 WOW 一裝上去 這個介面 是熟悉的 Apple TV 介面 它真的很順暢很滑 雖然我這部 Samsung 旗艦電視 它本身也很快 但你可以有一些普通的電視 都可以有 Apple TV 順滑的體驗 而且它有很多 Apps 存在 第一個當然可以看 Apple TV 然後可以用它來聽歌 聽歌也可以的 Apple Music 我也有訂閱 可以用它來聽歌 然後亦有 iCloud 的照片 所有我以前的照片 都能夠修復的照片 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還有 App Store 基本上它主流的 除了 Apple TV 之外 亦有 Amazon Prime Video 有 Netflix 和 TED Talk Fu TV 都有 Fu在這邊 另外這支 Remote 有一個 Apple TV 按鍵 按下去馬上打開了 Apple TV 主介面 這支 Remote 的 Touch Pad 它是有上下左右的按鍵 但中間的確認 其實它是 double 滑動的滑動 我現在在一個 list 的時間 我可以細細滑動 一個一個滑動 我快一點滑動 它就會有幾個滑動 再快滑動 它就會直接滑動 再選擇適合我想聽的歌 按下去 唯獨我發現它有時會出現不足 因為我用手指弓這樣按下去 它有時會不以為我是向左向右 scroll 可能需要我用手指入面的肉滑動 然後到我真的 Touch 按下去確認 我就用指甲位按下去 這樣就不會出現不足情況 另外有 Back Button 很直接 而這個 Back Button 回到最主要的時間 我再 Back 多一下 它就是這個很漂亮的螢幕保護 它就是一個夜空用 Drone 拍的景色 挺漂亮的 在夜晚看做 War Paper 還有有 Mute 鍵 今次是新增的 按下去它可以馬上把電視 Mute 按下去 提到喇叭 今次 Apple TV 4K 亦加入了 針對 HomePod 的支援 Anyway 針對 Apple TV 最重要是 信員輸入的提升 這次大家可以看到 它支援 4K 60fps 的輸入 有 HDR 的 其實去到設定的介面 它有很多不同的設定 在 Video & Audio 裡面 再在 Video Format 4K HDR 60 另外是 AirPlay 和 HomeKit 今次的 AirPlay 支援 有 4K 60fps 的 Dolby Vision HDR 無線傳送 我在 iPhone 拍的影片 可以直接傳送到 Apple TV 播放 4K 60fps High Frame Rate 以及 Dolby Vision 可以直出 亦是看流暢度高 比起我 Samsung 電視 已經旗艦級 它原本的 AirPlay 會比較順 這個亦是一個利益 你買 Apple 的電話 用 Apple TV 看它拍的 4K 60fps 的影片是順 另外是我安裝了 Apple TV 之後 才知道 我之前放了在 iCloud 上的照片 感覺上總是在 iPhone 上 看我 iCloud 的照片 好像再清一點 看 它很漂亮 連我的影片都可以播出 又是很清的 另外是 Apple TV 內容 適合你的影片 其實有很多 Apple Original 的連續劇 有些適合我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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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決定訂閱 或者你對 Apple TV 的生態 喜不喜歡 你可以留意一下它有什麼內容 才決定買不買 但重點是 Apple TV 4K 2021 第一 它在 Playback 上支援 4K 60fps HDR Dolby Vision Dolby Atmos 都有 在這裡就看到了 這套電影已經是 4K Dolby Atmos Dolby Vision 4K 60fps 再加 HDR 用來看賽車 或者動得快 像動物一樣 這樣就很棒 但當然 60fps 需要一套電影 本身支援有 60fps 的拍攝 但無論如何 它在這次 Apple TV 4K 上增加了 4K HDR Dolby Vision Dolby Atmos 的支援 畫面的所有影片 真的很漂亮 很鎮定 它的顏色真的很鎮定 很鎮定 很清晰 人面上的毛孔細節 層次很鮮分明 很鎮定 所有影片都很鎮定 在播放 4K HDR Dolby Vision 電影 很鎮定 Apple TV 4K 支援 Dolby Vision 和 4K 針對一些電視不支援 Dolby Vision 使用其他 HDR 制式的話 Dolby Vision 支援 也是一個不錯的加持 而提及到 HDR Calibration 上 又到設定按鍵 今次的 Apple TV 4K 在 Screen Calibration 上 有一個小功能 可以到 Video & Audio 裡面 然後選擇 Color Balance 功能 它會透過我的 iPhone 前鏡頭 開始拍到電視指定的位置 它會在這位置 使用三元色 再加上 Grayscale 的光亮度 它會做出一個平衡 而改善了 基於 Apple TV 看東西的顏色 以及 Dolby Vision 的顏色 現在的畫面可以看到 開了 Balance 之後 整個螢幕是暖色調 沙的黃色 出現了 原本的螢幕是偏冷色調 以及沙粒是偏白一點 Balance 原本 再調整 而使用 Apple TV 電視指定的畫面 使用 Apple TV 電視指定的視覺 當然使用 Balance 了 但注意 剛才我看的畫面 使用我這部 Samsung QN 900A 8K 的 Mini LED 電視 它的黑位是很黑的 而且顏色的層次呈現 非常出色 是旗艦到最旗艦的電視 即使用 Apple TV 電視指定的畫質 即使用 Apple TV 電視指定的畫質 都會受到你自己的電視指定的畫質 但重點是 當 Apple TV 4K 放在一部 比較漂亮的電視時 它的畫質真的很漂亮 另外最後是 YouTube App 今次是最新的 2021 版 Apple TV 4K YouTube 針對這個硬件 有支援到 4K 60fps 的 playback 我正在播放 4K HDR 的影片 可以出到 4K 60fps 但它只能支援 4K 但並不支援 4K HDR 整體是今天的 Apple TV 4K 2021 年版本 有幾個主要的升級 第一是全新設定了這款 remote control 它有 touchpad 的操作 以及一鍵靜音功能 另外是 4K 60fps 高 frame rate 以及支援 Dolby Atmos Dolby Vision 的支援 4K HDR Dolby Vision 的 60fps 支援 是一個很好的媒介平台 讓我播放在 iPhone 12 Pro Max 上拍攝 很漂亮的 4K 60fps Dolby Vision 的 HDR 影片 Apple TV 4K 也有應對 4K Dolby Vision 60fps 的支援 以及 YouTube App 也支援 4K 60fps 支援 相信對於更加大部分消費者來說 主要是將一部不太順暢的電視 提升到有旗艦級的順暢體驗 以及對於這些 playback 的平台 包括 Apple TV 以及 Full TV 和 Netflix 這些 有完整的 Smart TV 支援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即將會再深入講解一下 iPad Pro 2021 12.9 吋 Mini LED Liquid Retina XDR 螢幕 以及其他科技產品的資訊 下次再見